余月仙因为饰演乡村爱情的谢大角这一角色 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余月仙在招售车祸离世之后 许多明星也发文表示惋惜 不少粉丝也到了最盗会的现场 对余月仙表示悼恋 余月仙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弟 为了照顾治疗好弟弟 余月仙这一辈子甚至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可以说余月仙为了她的弟弟 为了她家人 这一生她附属了非常多 在8月13号余月仙的遗体火化之后 被家人送到了老家赤丰安葬 关于事故的原因呢 目前官方正在调查 还没有给出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但是根据车祸现场的惨烈程度来看 不少网友推测 这是由于当时的车速够快 再加上车祸发生的时间 又是在凌晨 正是司机处于最疲劳的阶段 所以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事故呢只造成余月仙一人死亡 司机和其余他人都只是受伤 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天 但是司机却迟迟没有出面发生 目前在网上就有相关的传言 说当时的司机就是余月仙的表直 叫做郭志龙 他的表直呢 一直都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一直是在社会上游手好闲 做一份工作干不了多久 就觉得太累不干了 所以一直都是一个无业游民 当余月仙呢 看见自己的表直 整日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所以就提出让他做自己的专职司机 相对于其他的工作来说 给余月仙当专职司机这份工作啊 还比较悠闲 而且郭志龙是余月仙的亲戚 他也不会在工资上亏待他 但是就连这一份比较悠闲的工作 郭志龙都不愿意好好干 他平时呢没什么事情就喜欢打游戏 对待自己的工作也不怎么上心 余月仙从出道以来就没少给家人提供帮助 当初他的弟弟生病了 为了治好弟弟 他载着弟弟到全国各处求医 他的父亲生病了 医生提出要想好好休养 就得找一个空气好的地方 余月仙二话没说 就在三亚买了千万豪宅 供父亲休养 所以多年来面对亲人 余月仙一直都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 这一次选择专职司机呢 余月仙也是想着是自己的亲戚 能帮一把吃一把 所以就没有去考虑 郭志龙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当司机 他有没有责任心 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 在出发参加活动的前一天 按理说司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 休息好再出发 但是因为这个郭志龙 他平时就喜欢打游戏 在出发的前一天 他就没有好好休息 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游戏上 所以当在赶路的时候啊 郭志龙由于睡眠不足 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不佳 再加上当时车祸发生时 是在后半夜 也是司机最疲劳 最犯困的时候 所以当车撞上骆驼 也来不及反应 所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如果余月仙不是那么热心场 他的表直郭志龙 能够有一点点责任心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不花那么多时间去打游戏 那么这一切 也许都不会发生 至于郭志龙最后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得根据官方的调查公布 但是因为郭志龙 与余月仙之间存在亲戚关系 不知道余月仙家人最后 会不会主动去追究 郭志龙的责任 毕竟从车祸发生之后到现在 余月仙的家人 也没有在公众平台上 发文表示要向司机追责 专职司机的选择和考核 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余月仙在当初选择司机的时候 没有选择自己的亲戚 又或者是对司机的责任心 和专业素养进行一定的调查和考核 确认他是否能够试任这份工作 再让他的亲戚过来 那么这一切也许都会改写 也有人就说了 与亲戚平时来往没有问题 但是最好不要在一起工作共事 很容易出现矛盾 出现矛盾之后 解决又比较尴尬 而且很伤感情 你对于网传的余月仙 让自己的表直 当自己的专职司机 这件事情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呢